好事情 現在進去不景氣了 對 是好事情 好的 接下來請大家看到的下一個 這一個 你知道他們家的 保濕的聖品是 是凝膠狀的 並不是乳霜狀的 我覺得它滿奇特的 因為通常凝膠狀都比較清爽 可是他們是凝膠狀帶有名 對啊 那其實像我 就是他們這一系列凝膠狀的部分當中 有一個我就會拿出來特別講 是因為有某個藝人 在節目上公開就是稱讚他 也就是劉榕佳 模範棒棒糖的劉榕佳 他就是有公開稱讚他說 他的黑眼圈 還有那些眼睛的一些問題 就是是靠他 所以然後我就會覺得你知道 那個節目不是廣告 它不是在那種廠商打廣告 什麼記者會當中講的 它就是像我們一樣是那種 美妝節目 也不是 它就純粹就是 剛好聊天的時候聊到的 所以你不覺得這種 就會感覺比較好像有說服力 對 就是藝人的經驗分享 對 就是你知道有時候 我和佩佩就是 常跟一些藝人朋友聊天 其實偷偷都在就是 一起問你是用買一家保養品 那最近呢 那個週年期你又買了哪一些的眼霜嗎 其實都是要幫大家做點功課 對啊 就多多打聽 因為我覺得消費券 大家就想說 三千六拿到紅包了 那我要怎麼樣花 我覺得有跟著藝人走就沒錯 有藝人就是經驗分享的 就是那個人體實驗品啊 人家是美美的藝人耶 可是他們已經先 白老鼠 可是他們已經先試用過了 大家也是覺得說它長得 就是用起來還是美美的才會繼續用到 對 沒有 我要就是幫不了解 一一的觀眾朋友講一下 他剛剛是開玩笑的 大家不要認真 你知道講起來人家 真的以為就是你 就講什麼話都很刻薄 有嗎 我覺得大家會誤會 他是開玩笑是開玩笑的 你是開玩笑的 對 好的 原來左爺姿這個就是一位流融家 他有公開稱讚過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還不賴 對 至少是大家拿到消費券之後 可以就是依循的目標 好 那接下來我要講這個 你還沒講完啊 對 因為我個人覺得這個就是 你知道它很特別是因為 它是低情緒 抗壓力專門製造的 為什麼就是保養品要用 用那個治療心靈的方向 聽起來有沒有像小丸子的那個 陰沉沉的那個誰 野口 對 低情緒 抗壓力製造 然後三條線 然後黑暗 對 或是變藍色的 不是說用了 不是說它是因為 在低情緒的那個情況下製造的啦 而是說如果你情緒很低落 或者是你抗壓性不好 最近失戀了 適合用 我知道 你知道心理會影響生理 你知道一個人一長期情緒不好 或壓力很大 他皮膚很容易出問題對不對 對 壓力大 吃不好 睡不好 那為什麼他可以就治療大家的心靈 不是治療心靈 而是因為這些人通常 可能皮膚比較不好的話 就可能很適合 像我最近你知道 最近紅包那個炸彈收太多了 就是喜帖 收太多啦 我壓力超大的 你...你... 你抱著祝福的心態 還覺得壓力大 是怎麼回事 壓力超大的 而且同學一個一個結婚 而且有的同學結婚是那種 班上一望比較不起眼的同學 覺得默默的也不太講話 然後沒有什麼朋友 然後外表也不太打扮 然後也不太用功 就是一個 你會很難去注意到他一個同學 可是都一個一個結婚了 一個對我很好的人就很好 之前很多... 你不會... 大家應該會有發現 自己很多周遭同學當初 就是在班上可能比較不淺的 就越早結婚有沒有 沒有啦 其實也有可能是因為 他們有一些內心深層世界 是他們的另一半才發掘出來的 他們有一些不為人知的優點 講得好像就是你很漂亮 可以挑一樣 沒有 我不可以挑啊 所以這就到現在挑不到一個啊 好的 如果大家有 就對一有興趣的話 可以打這個 0800806... 會不會太老啊 你有多少年了 而且08008 06 808是洛礦專線 大家不要亂打 就小孩子不可以亂打 對 這樣子真的會笑壞小孩耶 開玩笑 開玩笑的 好的 希望就是大家拿到消費券之後啊 可以就是找對方 像我們有幫大家分類好不同的 比如說像是這個有沒有 就是來自日本的 小小平的 有沒有覺得我轉得很快 有 你剛忘了講了 我剛本來要做結尾 忽然發現 你有一個忘了講到的 對 就是這個系列啊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特別拿來講嗎 因為他們東西都小小的 就很多人到日本女生的書包裡面 會帶的東西 對啊 因為你知道它在日本 其實是在便利商店賣的 很多人都會說 就在便利商店賣 你不覺得在便利商店賣的就是 東西會拿到便利商店裡面去賣 代表是它是需求量很大 而且常常可能會應急需要 使用到的 對 你一天喝多少次水 便利商店就有賣 那你一天就是 比如說你要OK棒或是文具 便利商店就有賣 對 所以其實我們突然會發現 原來這家東西在日本 其實是在便利商店賣的 這樣很特別耶 就感覺好像你隨時就要 可能要補充一些小硬級的東西啊 對啊 因為他們家其實也有出一些 什麼保濕或是亮眼的一些乳液啊 或精華液 然後這樣小小的 尤其就是女生書包比較小 這樣放進去小小的 就還滿方便的感覺 對啊 就很可愛的小女生 你看都是那種小小小的 對啊 好的 好 真的要做結尾了 那到消費券之後 大家不知道怎麼花 那當然我們節目當中不會跟大家 我們當然是希望大家能夠能省則省啊 經濟不景氣要對抗大就是大環境 但是啊 我們要挑就是超值的東西 或者是要挑對不要再走錯路囉 八極的迷風希望大家一起來闖關喔 所以啊 今天一一佩佩幫大家做好了一些重點整理跟功課 希望大家都做好筆記了 那如果你是想要就是符合就是有人體味道的 體味的保養品 或者是想要做愛心的保養品什麼的 你都有一些很奇怪的主題 對啊 你為什麼把人家就每每保養品長成這樣 可是反正可以變漂亮就好啦 對啊 所以就是 或是躲避教官就是追查保養的一個東西 放在書包裡的 對 之類的 反正都幫大家整理好了 大家可以也是稍微做一些功課 然後加上我們幫大家做的重點整理 大家就不會多花勇往錢了 對 分享給大家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